这些丝例子告诉我们 成功不难 受尘为难 你能把成功守住这个难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 秦始皇成功不难了 死了以后不到身年就完了 古人说受尘不疑 这个话是真话 你怎么能守得住 如何能守住 佛经上有一句名言 只要你不退粗心 你永远不会失败 你永远记住你粗发心的 天天都是粗发音 那个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失败 就佛门言语所说的 说佛一年 佛在眼前 那种真诚性 恭敬性 谦虚性 有点都显示出来了 学佛两年就松懈了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没有了 学佛久了 你变成老油条了 这就是 学佛为什么会躲地狱 这本来学佛都是天堂的 都是到极乐世界的 为什么学佛到最后 都到地狱去了 例子太多太多 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 接触到了 能没有感动吗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例子就在我们的周边 不必亲自看到 传说听闻 都是四世真相 不是假的 我们能不信什么 念这个念力的秘密里的书 无论是有意无意 齐心动念 自己都要负责任 成败的关键不在外头 完全在自己 外面只是祖月 祖月 他的比例是指二三了 自己起心动念 要暂时指七八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学佛 修道 最重要的是 保持粗心 如何把粗发心 保持住 没有一个不成就啊 而且决定是当身成就 尤其是减土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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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